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的分享 刚才李总简单的复盘了一下 中国电信在疫情期间为武汉做的贡献 我们觉得受益匪浅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率 那在疫情期间呢 在线办公其实成为了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因为线下同事们见面成为一个难点 所以呢 在线办公就成了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产业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有请石墨文档的创始人 兼CEO吴斌带来主题演讲 一位创业者的六年的反思 好,现在我们请导播把信号给到吴斌老师 现在是可以 对的,吴斌老师 好的,好的 首先 感谢金明克给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分享和交流 我这么六年的一个心得和一些反思吧 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做这个创业的 那么我先说一下我背景 其实之前是也是读计算机在武汉大学 后来在纽约欧伦比亚大学 然后在对我后来在14年的时候 跟吴杰还有这个程序一起就是开始创业 开始我们做这个石墨文档 那个时候实际上对互联网是没有什么太多认知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程吧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创业对很多人来讲 它是一个旅程 它是个旅程 也会是个人生的旅程 也是会是个人生的旅程吧 我觉得 最早的时候其实刚刚出道 我们第一次去硅谷 那个时候实际上就在心里埋下一个种子 我当时还记得很清楚 我和吴杰第一次去硅谷的时候 就是在 因为硅谷嘛 它是一个 然后我们当时在这个硅谷的山坡 就有朋友带我们去 去硅谷山坡看到这个硅谷的夜景 和大都市的这种城市的夜景是不一样 它是一马平川 然后星星点点 像这种繁星一样 那个时候就是 我当时看的这个硅谷夜景 当时是新潮 非常新潮澎派 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硅谷 然后那个时候是 2008年 应该是2008年 就很早了 现在已经十二年前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有苹果 有Google 有Facebook 这些最伟大的公司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然后硅谷在那个时候 以至于现在也都是世界科技的这个中心 有很多这种令人激动的这些故事啊 科技的发生 所以当时我觉得然后就是我心中最美的这种夜景 我们当时就想说希望能有一天能够来到这里 然后世界科技的中心能够做一些很激动的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还在读研究生 然后很多年后我们就毕业回国了 一个气息就开始想创业了 我们是2014年的时候开始创业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和吴杰就讨论 当然当时很天真了 我们回到2013年2014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厉害的产品 有很多很大的公司 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 特别是国外的人 我们知道在硅谷在美国 人们都不觉得中国实际上可以做出像Google 苹果这样世界级的好产品 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是否能做出一个世界级的好产品 就是我们希望说能不能改变 在国外的这些人们对中国人所做的科技产品的看法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互联网的经验 就是非常天真浪漫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却引导我们后面做很多事情 虽然很天真 然后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是很无厉害 但是这样一个比较天真想法 却指导我们后面的事 另外我们还希望能够 同时我跟吴杰在讨论 我们还希望说 我们做出一家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价值观文化是年轻人口口相传 奔走相告 就像当年Google提出的一些快乐工作 其实免费午餐和带狗上班 我相信全世界第一个听说这个故事的人就是当时 我记得二三十年前对吧 然后就是二十年前 然后就是大家听说这样一家公司然后非常向往 这个就是做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好产品 然后做一个文化上面人们口口相传的公司就是我们当时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愿望 我不知道这有多难 但是只是这么想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 早期我们对互联网是一无所知的 没有任何经验 然后只说在新闻上面会看一看这样的一些产品 然后用 然后但是 凭着我们这一次在硅谷看夜景的经历和内心对科技的向往 还有做出一款世界级好产品的天真想法 我们就开始了 一开始也就十个人 这张照片是在武汉的这个软件园的一个很破旧的楼的楼顶的尾建房里面 就真的是尾建房 然后就两排 然后就这么十个人 然后就 开始就是十个人 然后就这么开始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回头看 在你最初的时候 就是创业一开始有点像 有点像 一个人 他在小时候 像小孩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小孩的时候 他实际上 就最初的一些想法 当过了很长时间 再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却冥冥之中吧 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个 跟随 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 引导 然后让我们慢慢的去走向一条 我觉得是充满神奇的道路 这也是毕加索说的说 小孩永远他们都是这个 就是 孩子们他们都是艺术家 然后我觉得 如果把创业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看成一个 人的过程的话 那么创业之初就像 你孩童时代 那个时候的一些想法 其实 是能够引领 这个创业去走向一个 人生的一个旅途 然后后面会慢慢去讲一下我们的一些反思吧 那为什么选到office这个方向呢 实际上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对互联网一无所知 然后只有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是想说 OK 那 团队协作都是要用文档 然后都要用这种协作文档 所以这个肯定很重要了 同时也是 几乎所有人都会使用的 我们是这么感觉的 所以就开始做了 后来我们发现 就是 其实 大概过了一年吧 我们就发现一定要做 您office 这样子才能真正的帮助到人们去办公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要从15年吧 那个时候我和物件都有一种感觉 就说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做 当我们想要往这个方向做的时候 其实团队都实际上跟我们就说 都会觉得这个非常难 就是大家都不太相信 但是我们就这样子就开始 往这个方向去开始去做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些想法 在创业过程中很有意思 有些想法 其实是不要有太多顾虑 你要勇往直前 就像进那个黑石的创始人 他写了一本书 最近刚刚发布一本书 你没有25条原则 我今天还在听 他其中说了一条原则 他说 一定要勇往直前 你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勇往直前 我回头看这六年 当你有个想法的时候 就是要勇往直前 哪怕很多人都不相信 那么其实我们要做的东西 从来跟风口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 如果 所以 其实 就是说在14年和15年 要做这个方向 是没有 是没有人 care 那个时候最火热的是 共享汽车 就是 就是 共享 共享打车 然后 直播 然后 这个 社交 VR 这样一些方向 我们这个方向 完全算不上风口 也没人care 对 就这样开始 我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最初那个想法 和后来的一些观察 这样慢慢去引领我们去走 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 为什么要做石墨文档 我觉得跟 所以 在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跟第一次去硅谷 那次经历是有关系的 在那个时候就是 保持 保持一个初心吧 然后敢于有一个梦想 哪怕有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那么相信 但只要能保持一个初心 和对梦想的渴望 我觉得最后你选的那个方向 就是去跟随 做世界级的产品 当时就是我们很早说 就十个人的时候 我就跟团队说 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级的优美产品 就很天真啊 那个时候很幼稚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 石墨产品里面是什么 我觉得 我每次想到这个 其实有可能说 石墨会有些不一样 我每次想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做一款 想做一款世界级好产品 它优美好用强大 然后当 当我这么跟团队说的时候 他们就真的会往这个目标 去努力 那么做出来的产品 实际上就是最好的品质 我们产品里面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要做世界级的优美产品 我们就是要做最好的产品 然后所有团队都会 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最后也会给 就是说 用户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包括我们一开始 做的一些logo 然后跟这个送体相关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的每个icon 我们要找到 人们印象中最熟悉的那个icon 要还原人们就是最熟悉的那种感觉 这些细节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 当时就是一个 降薪的心态去做 可能很少有人 能够在创业初期最艰难的时候 还去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 和资源去做这个事吧 我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就往这个方向做 但其实最后 最后给到我们的一些收获 还是非常多的 包括很多人说到我们的一些设计 就是其实经久经典 古实平凡 华美顾书是为中国设计 就是当时提出的一些 我们的风格有点像民事家具 最早的时候 你定的这样的一个审美的风格 就凝固无实 凝固无强 凝固无俗 就会对用户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说 公司治理的理念是什么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很多的理念 我们就希望 石墨是一家尽量简单的公司 我们追求业务 更加专业 成绩更好 我们希望没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吧 然后大家来这里 都是为了实现价值 实现梦想 所以创始人 如果创始人不希望 有太多的办公室政治的话 那并且身体必行 这样的话 就是 这样的话 就是 大家慢慢的 也是会减少这些复杂的一些帮忙使 政治的一些东西 然后 创始人和创始团队 在这方面的价值取向 其实很重要 然后 我和吴杰还有核心团队 我们天生 是觉得一些复杂的猜疑 和内斗是不应该的 这样想法就会影响很多人 最后创立这家公司 慢慢的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 那你变成一个 几十人 几百人的公司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 新进来的人 也会受到这样的感染 所以 我觉得 做一家文化 我们自己喜欢的公司 这个是我们一直 希望去做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 创业的一些感悟吧 其实 对我们来讲 最大的启发 我记得 有很多启发 有很多最大的启发 是发生在我去 哥大和 美国留学的那段经历 那段经历让我觉得 人是要有自己的梦想 而且要敢于去 追索这个梦想 这种乐观和信心 确实是在那个时候 慢慢形成的 有的时候 就是信念 有的时候会是成功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其实在那个 在那个就是 我前段时间 读一本 在 就信息不全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判断 这本书 他这样就讲到 实际上信念 其实是 在成功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乐观 乐观和信念 实际上是 是在创业中 特别是对于 创始团队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 本身做office 这件事情 本身是非常难的 其实 石墨一路走来 这么长时间 做这么难的一款产品 我和吴杰 乐观积极 坚韧的这个信号 也是能够让我们一路走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 对于创业人来讲 乐观和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对于创业来讲 然后 做一款好产品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体会吧 我觉得做一款好产品 首先 必须是要是好看的产品 因为其实 现在好看的产品 大家会觉得 并没有那么多 永远好看的产品是缺乏的 很多人实际上会忽略好看的 我一直说 在《木牙少年的奇幻之旅》这本书里面 提的一句话 实际上非常重要 他说 美丽是最令人折服的 就因为这个 他我们坚信说 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看的产品 所以好看产品 好看这个事情 其实经常会被人们所忽视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要好用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然后还有呢 就说 要能够有长期的发展 对于一款产品来的 也就是说 它要有商业的价值 只有它有商业价值 它才能更好地去运营 更好去长期的发展 另外好的产品经理 一定要足够的open 它要能够想一些不敢想的 这样才会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开始做 做这个石墨文导的时候 我们在15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设计 然后做了很多这种创新 我们就想把品质做最好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尝试去做很多 人们不敢想的事情 然后结果 给我们带来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惊喜 我觉得产品是这样 就是特别是产品经理 它一定要open 这样的话才会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来 另外我觉得产品经理要热爱 要足够的热爱 这个我觉得热爱很重要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做出更惊艳的产品 对很多东西的热爱 对很多东西的passion 它会让做这个产品 做这个设计的人 所做出的东西 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 基本上我觉得好产品经理 要看很多的书 了解很多东西 只有这样才能是才华很能益 因为我确实没有见过 看书 很少的人是才华很能益 所以我觉得 对 你一定要很有才华 你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 你一定要了解很多事情 对于什么网络最重要的三件事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 首先第一 保持乐观 然后我们保持做一款世界级产品的信念 这个 这个 做一款世界级产品是我们在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提出来的 但六年过去了 我相信石墨现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位置和很多人的认可 那么 那么 其实我们是在往这 现在提出这个事情 我相信没有人觉得这是会是个笑话 大部分人会觉得 这是 这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那 其实 最有意思的是 当你 14年 当你 一开始的时候 什么都不了解的时候提出的事情 它就一直 就是一直 存在在那 所以 我觉得 很多事情 保有一个信念 持续做下去 最后 最后是 也许会能够有一些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保持乐观 保持对 想要做这一款世界级产品的信念 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并且我也相信在中国这边土地上 永远会有创新公司的位置 和它所能成长的空间 但我也希望在 就是说 这样的环境能够越来越好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保持乐观 保持我们想做一款世界级好产品的信念 另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们要做一款好产品 和领先的产品 石墨在我们这个里面 在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确实是一款领先的产品 目前来看 从产品技术上的领先 和为用户提供最有价值的产品 我们就是 就是在产品技术上面 我们当然希望是 能够持续能投入 并且 真正这款产品 不仅仅只是说 技术上面的产品 而是给用户们提供 最好的这种价值 我们一直 当然这块一直是做得非常好 但我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为我们用户和客户提供核心价值这种产品的销售服务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对于一款2B 同时有2C的属性这样的产品 很重要的事情是 好的产品要体现在产品给客户的价值上 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很多C端的用户 还有小团队 还有中大型的这些企业客户都非常认可我 认为石墨实际上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持续去 持续去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并且赢得更多用户和客户的信赖和口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终的 也是个很重要的三件事之一 然后这次疫情其实给武汉 给中国给全世界都带来很多的变化 我们是一家在武汉沉密的公司 并且有很多小伙伴都在武汉 他们家庭也都在武汉 所以我们感受是非常深的 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是在疫情期间被困在武汉 然后也有就是在疫情期间 没法回去跟家人团聚的这样的 所以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体会 和整个整个改变 我们是非常深有体会 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 对于一个在互联网和在线办公的领域 实际上给人们更多的一个改变和思考 然后让大家真正的去认识到 就如何用在线办公去改变办公的方式 然后能够真正的去从基础上去提升 这个办公的效率 基本上在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志愿者团队 当时我们突然发现很多这种志愿者团队 都在使用石墨在进行信息的汇总 特别是用我们的表格 还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就很多同事就帮助 这些团队去进行更多的 就是能把石墨表格用得更好 帮助了很多人 这个其实我们都非常庆幸 在这个疫情期间 这是一个截图 当时很多一些组织 用石墨文化去帮助大家 然后并且一些就是包括就是床位的信息啊 就是像这个右边这张图就特别有意思 是用我们的表格做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信息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它覆盖面也很广 这个是我们当时非常欣慰的 我们也有很多小伙伴加温加点 去帮助这些团队去使用 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也还有一些海外疫情的信息的持续更新 然后我们当时实际上就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家人和朋友都在武汉 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非常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 也发现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是在很快当时封城之后 我们就发现实际上被很多工业组织使用 然后去帮助大家 我们就组织团队内部就是很快速的去 发布了一些版本和模板 帮助这个就是疫情期间 就是一些工业组织各个组织的使用 这样就是也是希望能够进行一份力量 也是非常庆幸就是说 前几天武汉也解封了嘛 但我们很多小伙伴也包括我自己 就还没能回到武汉去见家人嘛 但是我觉得非常庆幸的是就是说 我们的团队和很多人都还是很平安的 那么这次能够就是说度过这次疫情 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个是在疫情期间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那个主要这次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 六年来这个创业一些反思 我们从一个互联网可以说是互联网就是一无所知的一个小白 然后经过六年时间我们几乎跟所有当时年轻的时候 所听到的或者说受到启发的这些互联网创业的大喇 或者是一些企业的就是明星级企业的这个创始人 都成为朋友或者跟他们共事跟他们讨论 这是我们在之前都无法想象的 然后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说 什么我们党会成为我们做这款产品 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中国互联网表现非常突出的一员 会在一些方面能够留下我们的一些痕迹吧 这些都是之前从来没有想象的 如果回到2013年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很懵懂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想做一款好产品 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我们自己内心是有降薪的 我们想用这个就是想做一款好产品的 降薪去真正去尝试着做一款产品 并且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产品被用户所喜爱 能够真正产生价值 就是这么样一个很初始的一个想法 然后就十个人在一个维建房开始 然后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 就是然后一直到第六年 这个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反思和感悟 所以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些 好那基本上今天就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创业者一个六年的一个反思 然后和一些疫情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那个差不多是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吴斌总的分享 您的创业经验非常宝贵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在场的所有观众的观看 GMIC在线2020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 明天我们精彩继续 然后再剧透一下 明天我们除了干货满满的主题分享 我们还有浪漫的珠峰日出直播 还有星空直播 文艺的艺术和电影的跨界对话 以及我们独特的15位CEO带货的精彩内容 我们明天的分享嘉宾包括著名的学者 投资人吴军老师 美国知名企业家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CEO Oren 以及Google大脑主任科学家Lucas Kaiser等 明天的内容非常精彩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明天早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明天早上10点